简安湘公所也举办了111年元旦见走及神奇典礼 吸引了将近6000位乡亲请来参加 大家一起在田园间散步见走 享受阳光享受新鲜空气 还有水路两栖公宾车接木 以及庄严隆重的神奇典礼 最后还有一百台冰箱摸彩及环保用具免费兑换 所有的乡亲都满载而归 在健身教练暖身超带动 及社区社团精彩表演节目开场之后 简安湘110年元旦见走 由乡长游淑珍和现场贵宾共同鸣枪出发 原本预计3500人 没想到乡亲参与太踊跃 现场人数直逼6000人 大家在简安湘田园间散步见走 享受温暖阳光 享受新鲜空气 大手牵小手 缤纷吉安向前走 111年我们第一天元旦 来迎接世信建设 快乐乐活 适性宜居的吉安 升级典礼水牙子 来迎向未来的幸福 相信在现象协力中央的支持之下 吉安一定要更努力的 来做好适性的建设 今天看到乡亲满满的参与 跟满满的爱支持的吉安 我们相信吉安相公所团队 未来一定会继续持续 为我们相信适性宜居 来做更多的精进 更努力 吉安加油 活动当中表扬 多位支持吉安湘建设 挹注许多经费的县议员 还有颁奖表扬 参与县运的优胜小选手 更特别的是 全花莲唯一一台 水路两栖工兵车 在111年元旦 这一天正式接牌 坐落于吉安湘的希望公园 让现场乡亲大开眼界 紧接着县长徐真卫 立委傅宽奇也抵达了现场 和所有乡亲一起高唱 国歌向国旗敬礼 庄严隆重的升起典礼 燃起大家的爱国魂 由于现场人数暴增 原本准备60台电冰箱抽奖 代表会主席邱美云 副主席黄金发各自加码10台 立委傅宽奇加码20台 而现场徐真卫也加码200个千元礼券 现场乡亲 惊声尖叫掌声不断 同时还有亲近家园 环保用具的免费兑换 111年第一天 这么多乡亲起个大早 见酒 升旗 摸彩 又有兑换礼品 大家都是满载而归 谢谢陆会吉安湘报道